Hello 大家好,我是伏秀仔,联盟米奇 欢迎来到伏秀医学院 今天想大家探讨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你有没有想过你的工作是慢慢蚕食你的健康呢? 很重要的事情,而你不知不觉地蚕食你的健康 在过去的weekend,大家都经历过两次8号封球 来一回应该起码四次3号封球 然后就不知道几次黑乳、黄乳、红乳等等 大家在这些情况,大家要求的 或者大家最核心的诉求,明必是想快点回家 和有一天假期,而是怎样可以快点上班 你不要妨礙我上班 即是香港人以我们上班的诉求 我们感应第二传,究竟没有人低能度感应第一 这些有什么好争,但我们的确很喜欢上班 但是如果你的工作是影响你的健康的时候 你会怎样处理呢? 而在刚刚过去的weekend,跟一些旧朋友聚会 有位很可爱的小妹妹跟我说她要转工 而她的原因,我了解之后 我都觉得这个故事真是发人心醒 值得大家去反思一下,究竟自己现在的状况 应该是怎样处理,很重要这件事 那这位小妹妹的工作是做什么呢? 大家都可能是觉得,喂 是不是很辛苦的工作,所以影响到她的健康 是不是丹泥、炸铁等 反而那些不是的,那些劳动得多的人是很健康的 那这位朋友的工作呢,我相信大家 包括我自己都是梦寐以求的工作 我都很想做,为什么做不到这些工作呢? 她的工作是在酒箱那里,红酒箱那里做活动 那有什么活动呢? 就是有些叫做Wine Tasting Wine Pairing 我都参加过的,很开心 很多东西喝,很多东西吃 基本上喝到你不喝,吃到你不吃 但是筹备这些工作呢? 因为你要去寻找一些美食的味道 去令到一些红酒的味道去提升到极致 所以我觉得这个专业是非常难得的 即是不容易的 而且要有很多try and error 所以你要吃很多额外的东西 才能找到原来这种酒杯这种食物是这么好吃的 而且她们在说,喂,就算你是说烧美 也有很多款不同的烧美,究竟哪款才对呢? 所以久而久之她做这个工作,就吃多了很多东西了 加上她们真的是酒商 也有很多试饮 自己在办公室也有很多东西喝 如果你是很享受喝酒的人 基本上通常都做不到这些工作 因为这个专业不会给你这些工作 之后会给一些对饮酒不可以的一般的朋友 可能就会给她做这些工作 那么她的问题出在哪里呢? 就是她由做这份工作,就是进入了这一行 到现在离开了这个行业 大概我相信应该都用年计的 她的体重由六十几公斤到八十几公斤 即是她由进入了这一行之后 她的体重就是因为饮饮食食 多了二十几公斤 这个变化是她意想不到的 那就是因为她不想继续这样下去 去到这样的变化之后呢 她的身体也开始有些毛病了 所以她就决定不行 现在都还是年轻小女 身子重要,命仔重要 所以她就决定离开这个行业 那我对你的勇气呢 我觉得是万二分敬佩 因为为什么呢? 不是个人有这个勇气 去踏出这个改变的 不是说其他人没有勇气 只不过是人浮于事 不是个人真的说走就走 说转就转 而在复兽酒联盟里面 我都认识很多朋友 可能他们是做很多工作 有些工种 他们的状态是 他们每天要见很多不同的客户 要在咖啡店那里见面 你想想如果一天见九个人 十个人 每人一杯咖啡 一天喝九杯咖啡 肾石都可以生了 那你要喝很多水 之后你要沖淡它 或者有些朋友做一些工作 是有些交换一些重要信息的 每天要跟一些大妈傻 要出入一些米枝连餐厅 就是不要不吃 那有些人吃得太多 你都闷了 所以这些朋友是困难的 不要以为家庭主妇 是没有这个烦恼 我现在大部分全时间 差不多全职丑仔 我都吃多很多东西 我儿子吃剩下半碗烂饭 我便要把他放在一起 不要浪费 我儿子开了一些东西 咬了两口粟米 难道丢了他什么 那自己也没有吃完 那久而久之 就要多吃了很多东西 我怎样去解决这个问题 我下次再跟大家谈 现在先讲一下工作 所以家庭主妇 不是说没有这个困难 没有这个烦恼 其实是一样的 而这个朋友仔 转行这个朋友仔 就问了一个问题 他说 米奇 做酥瓦汁电食 是用搅拌机 还是用炸汁机 他问过这个问题 我就觉得很惭愧 我说得不清楚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誤差 因为他说他自己 其实都试过几次 不过都不成功 原来是用了搅拌机 不是炸汁机 我觉得这个是要再一次提醒大家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没有时间炸汁 这个时间 我觉得都是很多人的烦恼 因为他们可能不习惯 日日进厨 所以炸汁 其实炸汁 只是说十多二十分钟的东西 但如果你的机 如果不可以在五六分钟里 弄了些汁给你 其实你把它扔掉 那部机有问题 我可以告诉你 如果你真的要炸蔬果汁 你那个时间 最细的那两个位 是哪两个位呢 就是前期 你的蔬果准备的时间 你要切 你要洗 还有后期 你要洗 你够干净的那部机 整侧和喝 其实是很短时间的 那前后这两个最细的位 怎么可以解决呢 有些人就会说 我用高速炸汁机 就会快 反而这个概念 要矫正一下 因为高速炸汁机 通常都要切到很小 你才能放到那个洞 那你放到那个洞 那你才可以 去开始你的炸汁程序 那你前期 你就要花很多时间 去将一些 譬如这个苹果汁 切到很小 放到那个洞 而也有些朋友 会拍照问我 他说 这部机可以吗 通常我选机 我就会有几个条件要选 第一个就是 入梳果的洞 是大还是小 有部机 就是在街上看到的 麻磨机 那洞只有这么小 就是这么小 那你想想 这么大一个苹果 你要切多少刀 它才可以把苹果 塞到这个洞 再放下去 还有 你入梳果的洞 也这么小 OK 那部机的 马力一定是小的 因为它处理不到 大构 或者太硬的梳果 所以炸汁的速度也会慢 所以这个叫做口径 就是这个 这个洞 就是入梳果这个洞 入梳果这个洞 很重要的 你想想 差不多整个苹果都放得下去的时候 还有这些叫做 免设大口径 大马力的慢和机 那就是说 你不用花很多时间去做那个汁 那这就省了些时间 那第一个就是前期的东西 第二 清洗 清洗也是很麻烦 你都以为那个 高速炸汁机可以帮你省时间 其实绝对不是的 高速炸汁机 它那些蔬菜的渣 就 存在那个机里面 那如果你炸太多的时候 你要先清掉那些渣 先再炸 那才行的 那还有你 你 清洁那个磨刀 或者什么又难 因为它本身是一把刀 你要清洁它 你要小心 那而慢磨机 因为它没有刀在里面 那全部都是靠这个摩打 用硬烂的东西 那它要清洗就容易一点 不用怎么就着就着 又不会弄真手 不会勾难丝妄 那样 那还有这个摸 那这个是大部分机都看到的配件 来的 清洗这个东西 那个程序是最繁复的 那通常一般 基本上所有的品牌的机 都会随机跟一个这些刷 那你可以慢慢刷 那这样刷刷刷刷刷刷 那这部机 有趣的地方就是 我看到一个 很有诚意的设计 就是这个 rated 像Ironman那樣 一秒時間想想這塊是什麼 不用想了,我告訴你 這塊是這樣的 一拍下去,開水 然後扭,一直扭 那些刷就會 順著設計的紋 就會清洗你的 絲網 很方便,很舒服 清洗完後,拿出來就可以了 所以整件事,我覺得這塊 給大家很多分 這塊真的很厲害 我沒有在其他機上見過 這塊是很厲害的 所以這就是清潔的位置 第二,除了清潔之外 我覺得有一件事都很令大家 頭痛的,炸汁機 有些朋友可能要回家很晚才去炸汁 才炸汁 才炸汁 變了晚上回家,家人都睡覺了 你開炸汁機,一聲 吵醒了人,那就不妙 可能家人還沒睡 但有些朋友 早上很早起床 炸汁,然後拿回公司喝 這時候,你又 神草流流六點鐘 又吵醒了家人 那就慘了 所以,你的炸汁機的升浪 我覺得是非常非常非常之重要 好像這一部這樣 現在它就開了,你看到它正在轉 它正在轉的時候,我在這樣說話 我們不是說在超市 或者在百貨公司試機 因為在那些地方試機 環境基本上很醜的 吸塵機都覺得靜的 回家後就響了聲 但這部東西,你看看,我趕著 你還聽到我說話 所以它的升浪基本上只有這麼多 最多就是說,你炸汁的時候 譬如這些,我整個放下去 OK 我推它一把 整個下去,它就有炸汁的聲音 最多就是這樣 變成那個聲浪 就是說,如果你在廚房炸汁的時候 你的家人在房間或者三位門 二位門睡覺 基本上是不會吵醒它們的 剛才說過了 免設,剛才整個東西放下去 這麼大的蘋果,儘管試一下 我也想試一下免設 這個我貪心的 我懶得太懶 我就懶得 我就試一下整個貨下去 我懶得太懶得太懶疑 好了,終於都要整個拿進去 這整個拿進去 好,終於都已經裹上了 看看可以不可以 我測試一下 好,一刀都不會切 就放下去 接著 整個面子切 我們就用這個,按一下 按一下 然後,把它切成 基本上它整個這樣下去就會攪爛它 所以一刀都不用切 你想想如果我以前用那些機這麼小的孔 切這麼多刀 現在時間都放在那裡 不可以這麼靜的時候 只是這個寧靜 基本上都已經值回跳架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機是非常好的 渣就在這裏出來 有些人就說渣乾不乾身 我覺得都OK 這樣捏的都沒有東西滴出來 所以要乾身 我覺得 少許水一定會有 因為它始終都是在蘋果爐走出來 但我覺得這些是乾身 我這樣渣都沒有東西出來 這樣就叫乾身 還有它有個好處就是 另外兩種叫做 炸盛機殺手 通常我自己用這麼多部機 我通常死過兩次機 高速炸盛機死過一次 慢磨機死過一次 死在什麼手 死在兩個梳果手上 第一個 甘筍 因為它太硬了 第二個 就是西勤 甘筍很簡單 切小一點就可以了 但是甘筍的煩 煩在什麼呢 它這些 它這些 纖維 太長了 這些 它就會纏著 摩打 纏著的時候 它就會越轉越慢 或者越來越吃力 我就試過 在做西勤的時候 這部機已經燒了 而這一個 也沒有問題 因為它整條 放下去 不用切 不用撕 它也可以把纖維 弄斷了 這樣就不會黏住 怎樣去知道 它有沒有卡住 它有沒有繼續出這個渣 其實就知道 很簡單而已 所以其實呢 你真的要完成所有的汁斷食 你一定要有一個良好的拍檔 就是炸汁機 這部機幫到你手 基本上是事半功夫 而這個Cruving的廠商 現在就跟我們復售者聯盟 做了一個非常非常非常優惠的價錢 在我們WhatsApp群組 有位朋友仔幾年前 在千色店 就用四千多元買了這部機 用到現在 現在廠商就懷疑你們復售者聯盟的朋友 那麼需要炸汁 它就說 2700元就可以拿到這部機構 2700元 這個優惠 本應就做到今天而已 但是廠商就非常好 做到17號 這個weekend 大家去下單 或者找到Nick 跟著我們instruction 找到Nick 跟他聊聊天 下單 基本上就可以享用這個 這麼優惠的價錢 而2700元是一個什麼概念呢 大家可以去隔一隔 其他大口徑的機器 其實在賣多少錢 要是在香港買到的行貨 你淘寶 淘寶 淘寶 我不是用來比較 總之你在香港行貨買得到 包補樣的 鋼水是漂亮的 可以用幾年的 不會燒的 是剩的 總之我覺得這個世界 一分前面都是一分貨的 即是你這塊東西 本應是100元 你不會有一樣東西 一元 突然現在好是100元 這些是你明白的 其實 福秀仔聯盟 除了為大家做蘇果汁斷食 打氣之外 其實 希望大家2700元 看看大家有沒有需要 有需要的就找人 之後還做不做 我不知道 但如果現在有需要 那就考慮一下 好嗎 福秀仔聯盟 其實從來都不在意 大家的like和share 我最在意的 就是你們做蘇果汁斷食的進度 多一天就一天 最重要是這件事 好嗎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下次再和大家見面 Keep Jucing Bye Bye